來回答問題 我覺得就是說 除了演講內容之外 他們在後的演講的一些動作 大家也可以參考 他們是用WAVE 參加活動之前 大家都覺得WAVE好像已經很久沒有人在提他了 可是他們這次會場用WAVE的次數還蠻頻繁的 幾乎什麼 每一場演講都至少有一個WAVE 中間我不太確定說像他這個每一個WAVE下面 他都會有整理投影片的 這個 Outline 每一頁的Outline都打上去 而且是即時的打 因為我那時候在現場上WAVE看 就是講本現在講到這一頁的時候 這些字就會開始冒出來 所以應該是有人即時在那邊key 不知道是單純的Attendee還是Google工作人員 反正就是有時候你聽演講 Lost掉一兩張投影片 馬上可以在這邊recap起來 當然有些comment 那之後我想應該如果他們投影片上線 而且我相信應該都每一場都有錄影 因為你如果去看2009的IoSite 其實每一場他都有錄影 就是除了投影片之外 就是除了投影片之外 好 那 好吧 那我講我的部分 就是我聽到的一些東西 跟大家做個很簡單的一個brief 就是 好 現在當然沒有 因為 才剛回來 然後工作上也有事 所以沒辦法做投影片幫大家整理 不過我大概就口頭上說一下 說這個到底有哪些 Keynote 我們等一下最後 就是最後再講 因為我想大家都有看過 這個媒體應該都有報道很多 那我先講這個Session的部分 因為這可能就是沒有去參加的 現在還沒有辦法看到 那我參加IO 那個 bookcamp的第一場 就是在介紹這個Maps API 那 等 活動結束之後呢 他也正式announce 這個version 3 變成 那個正式版 stable的version 所以你看現在 如果你上個禮拜 有還有在看version 3的API 的話你會發現他還在lab裡面 這個 背光的顏色還是綠色 那現在已經全面這個變成 而且version 2已經被標成deprecate 當然啦 就是 如果你現在有用version 2 開發一些程式 當然我想應該還可以撐個 一兩年都沒問題 根據他的Google Data API來看 他其實1.0的protocol已經設deprecate 我記得已經蠻久了 那 只是說 如果你有機會 或者說你現在新開發的專案 當然就是建議用version 3 那 據他們的說法 當然就是整個code的效能 改善非常多了 會比你原本 用version 2 可能 這個 地圖的application 用你比較好 那尤其是 如果你要開發這個 Mobile Web 甚至 你就算想要寫這個 iPhone 或者是Android application 就算在application裡頭 你也可以用這個 JavaScript的API 那 他有一些 我記得 他有講 除了說是Mobile Web之外 好 那 他有一些建議是說 你可以 比方說在你的application裡面 產生一個web review 好 那 這個web review裡面 就是去code這個 JavaScript 那個 NAPS的JavaScript API 那 過去 Version 2不能這樣用的原因 是因為 Version 2需要API key 他是綁Domain 有用過的都知道 那 到了Version 3之後 是 就是不用API key了 所以 就是 像你在這個 application裡頭 就算 那我想說 如果說你有辦法 在 如果你有在寫 desktop的application 我想 應該也是有機會可以 用 這個JavaScript版的 這個API 那 他的這個 運作的 就是說 API的使用方式 跟Version 2其實是有蠻大的差異的 所以說 如果你現在 要用的話 還是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 可能要 重新去了解 他的一些 邏輯 包括 產生Map的方式啊 那還有 你要怎麼樣 標marker跟 這個 Info window 幾個 幾個大家比較常用的功能 像 以前那個 看一下他這面目標 那個 以前這個 Info window 是 嗯 Info window 是綁著這個 Marker的 現在Info window 跟Marker已經分開了 所以 就是說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 就是說 你現在說 開發跟Map相關的程式 就是現在 官方已經建議大家 就是 使用Version 3 那 那當然 嗯 有一些 Service Service 如果你不是用 這個 那個 JavaScript API 像 這個 Geocoding 就是 座標查地址 或是地址查座標的 它已經有開放了 除了說 你用它JavaScript API 去code之外 它應該也有 Web Service 看這個 文件好不好找 好 就是你可以用一個 Http Request 方式去 好 要到這個 這些資料 那 這次 IO它主要發表的 就是說 這個 direction 就是 路徑規劃的 這個 Service 它也有提供 這個Web Service 我記得之前還沒有 好 之前 之前 好 沒念 好 好 之前那個 Web Service的部分 應該是只有 Guo Coding 然後現在加入了 這個 Duration 路線數還是有線三 呃 你可以看一下 那個 它的文件 如果還沒有 很深入的看 現在不用 聽說都不用申請 直接就可以用 對 它有線 按鎖 Request 有Request 應該說 它會鎖一個 一個次數吧 還是有Request 對 對 對 就是當你本來說 一定是來暴力 那 好 基本上 這個article 部分 我覺得大家可以 都可以看一下 對不對 好 好 那 我等一下再找一下 Io Bootcamp 它其實第二場是講那個 我等一下再找那個網頁 剛剛沒有開開起來 那 我先跳過 那 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 這個 phone API 就是 大家如果有研究這個 這個 CSS 它的 open phone 就是 如果它提供了一些 open type 這個 如果你 目前都只有英文字型 如果你希望你的這個網站的英文字 就是 給你 好 修身 使用這些字型 因為 不是每個 不是每個這個 使用者電腦都有撞這些字型 所以 你可以利用它的這個 font API 在你的網站上掛 就是 你要link它的這個 CSS 那你就可以 直接用CSS去指定某個 它提供的字型 像下面這樣子的一個範例 過去如果你要 貼這種 fancy的字型 就是要做成突檔 或者是用別的方式 那現在就是Google它有幫你 serve這些 英文字型 這個是只有HTML5才可以這樣用 還是說 之前的都可以 有一些browser有支援 這不算 這個 這個應該不是HTML5的 部分 不過 你可能要 試試看 才知道 到底 是不是所有軟體都能夠用 那你沒有混雜中文的話 它會用預設字型 對啊 就是Foldback為你 系統設的那個 中文字型 不過當然啊 這個東西還在這個 Level 所以當然 如果你要在你的 它這邊有給你看說 每個瀏覽器它的 Behaviour 好 你看 但是 Display a blank space 就是 可能用這個縫之後 會有一些問題 好 不過既然是使用 Lab的 API 大家就是要有心理準備 如果說你要在你的 Production的環境用 這樣子的東西 就 勢必要隨時的去注意它 API有沒有 變化 好 那 其他的部分 像這個 Buds